上台以后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三个要职 外交 叫外交委员会委员 就是对外的 就大家看到了杨洁篪 对内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党内的 就是管人脑袋的 谁上谁下的 大家看到过去叫陈欣 实际上党内主要是王沪宁 外交这块是王沪宁说了算 王沪宁的下面是杨洁篪 对党内的组织和人事上下是谁 然后就是栗战书和陈欣 第三个军队的谁管的管用 军队的就是许其良 军事委员 是吧 管人事的委员 然后丁薛祥主任 主掌了整个敬畏大军 大家看完以后 习十八大上来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后 还有中共常委 没常委了 十八大不成立安全委员会 他就不会把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就不可能有十九大的 突然修改宪法 наконец 谢谢大家